崇祯九年 民墨农民起义军领袖 首任闯王高盈祥被大明吴省总督卢相声围困于云阳山区 高盈祥在组织义军突围往陕西突围时 在黑水域被陕西巡抚孙传廷俘虏并杀害 高盈祥死后 残部归其生前的部将李自成统侠 李自成为新的闯王 并扛起了推翻明朝统治的大旗 不同于草莽出身的高盈祥 李自成本是正规民军军官 因为崇祯才撤驿战 导致李自成失业 进而参加了义军 李自成有着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指挥作战能力 很快在义军中崛起 接手高盈祥大旗后的李自成 实力更加强劲 俨然成为天下一军之首 李自成率义军在四川 甘肃、陕西等地接连大败民军 面对李自成的骤然崛起 崇祯皇帝采纳兵部尚书杨四昌制定的 四正六余十面张网方案 集中十余万民军精锐 并加增缴响280万辆冲作军费 计划对李自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除 崇祯还罕见地放权给擅长大兵团作战 又与异军战斗经验丰富的红城筹为主将 并征调孙传廷、曹汴娇等名将崇祯 崇祯十年9月李自成在汉中被曹汴交击败 只得退往四川、奈何蜀地道路崎岖 李自成被子彤、建州一带的明军死死阻击 李自成入川的计划破产 红城筹预判李自成在四川碰了笔 又在汉中吃了亏 必定会东出铜关、去河南发展 于是,红城筹在崇祯十一年2月 命令孙传廷在铜关设服 张王以待,准备对李自成一网打尽 孙传廷根据铜关的地形 将设服地点设在铜关南园 孙传廷在铜关南园布置了三道封锁线 只要李自成进入南园 势必插翅南逃 就在孙传廷在铜关南园的扶极圈构筑完毕后 红城筹命令曹汉礁从侧后攻击李自成 李自成往铜关南园方向驱赶 李自成急于摆脱铜锁的追击 不知不觉进入了铜关南园明军的预设战场 孙传廷见李自成所部进入伏击圈后 命令明军以大炮 弓箭、火冲向异军投射密集的火力 异军顿时损失惨重、阵型大乱 而后,明军骑兵又冲入义军阵中 疯狂地砍杀义军将士 最后,明军步兵又各个方向 向被困的义军发起进攻 在明军的打击下,义军瞬间崩溃 战斗成为了明军对义军一边倒的屠杀 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李自成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只得仓促带着十余名精锐骑兵 从明军包围圈的结合部中突围 缴信箭的一条性命 李自成所部近十万义军 被明军斩杀数万人 愚者皆投降明军 红城仇将投降的义军全部屠杀 一时间,同关南原成为一片人间炼狱 红城仇也经此一战 名动天下,成为义军最恐惧的红剃头 同关南原之战是李自成最惨重的一次败仗 也是李自成与红城仇的巅峰对决 红城仇一战俱坚十余万义军主力 此战过后,义军各部或遭重创或降明庭 连义军中的老革命张献中 也设于明军的恐怖战力 归降明军 只有李自成带领区区十多人在商洛山里避难 一时间,大明似乎就要逆风翻盘了 红城仇深知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在同关南原之战后 红城仇与孙传亭继续在商洛山追缴李自成 并清剿中原地区的义军残部 以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 可惜就在这关键时刻 崇祯十一年九月 清军趁明军主力在中原与义军交战 长城沿线空虚之际 攻破长城 斩杀继辽总督兵部侍郎吴阿恒 宣大总督卢相声兵临京师 崇祯遂及召红城仇 孙传亭率军北上增援京师 红城仇不得不终止追缴李自成的行动 使得李自成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不久后 李自成又收拢残部 重新举起反抗明朝的大旗 并于六年后 李自成攻入北京 亲手终结了崇祯的生命 以及276年的大明王朝 其实上天曾经给过大明王朝一次最接近成功的机会 但崇祯皇帝没有珍惜 最后只落得个生死国灭的悲惨下场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